有 我覺得就是說 你擔戀的時候 其實你會記住他當時的形象 然後就整個忘記說 歲月其實在他身上有會發生作用 可是擔戀的那時候真的是 每天只要看到他的名字 聽到他的聲音 一切都OK 也許只有短短的10分鐘 或是50分鐘都OK 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是那天如果看到 他一天就滿足了 一天不滿足啦 那你要怎樣才滿足 其實我大概在大二的時候 有上了一堂課的 就選了一門課 那個講師 我們是在那個大的階梯教授上 所以大概有一百多個人上課 那麼我後來才知道 慕名而去的都是女生 而且都是很高調 很漂亮 留長髮 漂亮 就是長得都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都坐在前面那一戳裡面 我就覺得說自己長得很抱歉 所以就坐到後面去 其實我都沒有 完全不認識他 那時候還沒有想到什麼 我就習慣坐在後面 因為怕被人家注意 結果一進來了一個 這個怎麼是大學的講師呢 184公分高 高高瘦瘦 然後身材都維持得很好 而且長得很瀟灑 開始講課 講課又充滿感情那樣子 就是很讓少女覺得 好棒好棒這樣子 結果就一個學期都覺得 沒有 半個學期都覺得他好不錯 每天去上他的課的時候 一個禮拜才兩堂課 就是每天都很期待去上課 然後自己就趕快 哇 什麼衣服 其實也沒幾件衣服穿 就是盡量把自己弄得很漂亮 然後都覺得很喜歡 結果一直人家也不會注意到你 因為你就長得也不起眼 然後又沒有坐在最前面 誰 我啊 就這樣 你就是又知道是誰 對不對 我不會像國東說 這是我朋友的故事 對不對 你比較誠實 結果那個其中 其中間的中 其中的時候我們交了一份報告 沒有其中考 報告發回來的時候 我最後一個發 我就想為什麼我最後一個發 我不是最後一個交的 可是我翻翻翻翻到後面 都沒有任何評語 最後那頁寫著 下課以後請到我的研究室裡面來好嗎 這個有時候現在看就是說 有些譬如說因人而異 有的會覺得很肉麻 我們那個周遠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如果是不起眼的人講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等一下 那到研究室之後發生什麼事 好 加護 小鹿亂撞 沒有啊 那時候當然是小鹿亂撞 你想想看 進來我的研究室 那已經不是小鹿亂撞 那是大象亂撞 那時候還很瘦 結果進他的研究室 他就說 當然就很稱讚那篇報告 他說他沒有看過那麼動人 然後就說問我住在哪裡 我說我住在廈門街 他說剛好他住在永和 所以他就一直陪我 從台大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廈門街 可是這中間就 就一點都不覺得很遠 然後他送到我家門口 看你跟誰走 這很重要 還嫌不夠遠 然後記錄到高雄 然後是真希望進出基隆 然後之後就幾乎 真的住在廈門 每個禮拜的他的課 因為他的課 四點到六點 六點以後就是 我們就是這樣走回家 就很單純 然後他有翻譯一些書 就會就是說 翻好的稿子 請我幫他看順不順這樣子 那其實都是很單純 一直到我大勢畢業以後 有一段時間他突然失蹤了 然後我出來做事 我就覺得那就是淡淡的 其實一開始大概就是說 有點喜歡他嘛 因為其實你選客 也不是慕名而去 後來才發現說 有一個長得這麼帥的這樣 結果是 就大勢之後 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我就很忙的去上班了 然後有一天接到他的電話 他說他 因為眼睛的毛病 大概看書 翻譯書太多了 所以他在陽明山靜陽 所以我們約了時間說 哪一個禮拜六還是禮拜天 可不可以去山上看他 那個時候其實我也很忙碌 其實那個印象已經就是說 還存在 但是其實已經沒有那種感覺了 上去以後 當然從下午就一直 最後吃完飯 最後帶我去陽明山看 因為他就在陽明山上 躺在草地上看星星 然後 就是 他最後一半之後 我記得是十點多 他就跟我講說 他從來沒結過婚嗎 等一下再講 一定是有婚姻的 有婚姻的 後來才知道是有婚姻的 我們現在收藥也吃得了 蛤 什麼 可是那時候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滿理性的 他就跟我講說 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不回家 我就有兩秒鐘停頓 我後來跟他說 如果我沒有回去的話 我媽媽會幫我打斷腿 結果他也笑一笑 就站起來送我去打車 我們從此有好幾年沒有聯絡 後來才陸續說 他跟他太太其實是分居的 然後聽說他也有一個好像在追 他是追學生 他都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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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都好幾年之後才知道的 其實他很有名 但不能講他名字就對了 那段純純的愛 其實也不算愛 就是說你是有點 突然覺得被煞到的感覺 然後那個半學期裡面 你就會覺得 哇每天很喜歡上他的課 就僅止於這樣子而已 然後一起回家 上他的課就高興 然後連小手都沒有簽過 然後他說 他那天我想去試探性的 你很後悔嗎 我不後悔啊 我覺得很OK啊 那你現在會不會偶爾再想到他 那有一陣子經常想 不是想到他 會碰到他在報紙上的消息 他的文章什麼都究竟 其實我一直記得他 我一直沒有覺得說 我還是把他當朋友這樣看 就是那種感覺已經沒有了 那種感覺你說 小路論中還不如說 你被別的男同學看的時候 那種壯的感覺強烈 即使那個老師 跟你從台大走到廈門街 那個老師就有問題 對 你不應該找女孩子 進你的研究室 單獨的門是關起來的 你不應該把他約到陽明山去 然後說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留下來 對不對 然後還躺在草地上 躺在草地上還OK啦 各躺各的 可是剛才講的都是 時空改變之後 那個感情就改變了 就沒有再繼續加強 可是問一下蘇小姐 像這個阿公60年了 這個情還 這個感覺還過不去 而且他也另外結婚生子了 看到阿嬤還是那個又 那個 他又嚇到了 對啊 他可能有點就是找回年輕的自己 因為如果那個時間 譬如說他中風太長不大 不曉得他中風多久了 那生活苦悶啊 然後有一些那種心情上沒有出口 那也許覺得這樣是一個機會 如果對方其實也是一個沒有先生的狀態下 他說我是你無緣的人 我們都老了 日子很無聊 以後我開車載你遊山玩水 好不好 我覺得他是一個試探性的一個問話啦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就是想找一個伴 那我們一般人處理感情是怎麼樣 會把它 如果這個感情是沒有可能 或者是已經過去也結束了 可是 心中隱隱的痛就會慢慢越沉 越沉越裡面 越沉越裡面 幾乎要乘風起來了 是這樣嗎 一般是這樣子嗎 還是有人就是那個情就是過不去 他有一輩子困擾 有可能會過不去喔 那是什麼心理狀態會一輩子過不去 因為那要關係到說 那個當初他的那個結束是怎麼結束的 比如說當初的結束是有羞愧的 有羞辱的 或者是當初的結束其實是真的有遺憾的 那種都是沒有完結 未完成的遺憾的狀況下 就會覺得說會不會換個時空 換個年紀 然後我們又在相逢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不同的結果 但是有些人他可以在之前 他就可能恢復理性 比如說像廖老師剛剛說 他就是恢復理性 就會知道說 這樣老師其實好像不太對勁 然後幻滅 然後有一些人他的幻滅是很特別 我就聽過有一些人告訴我說 他們的幻滅就是 可能很喜歡老師 然後把老師當神一樣 就發現有一天發現 原來老師也會放屁 就那個幻滅了 所以其實講到單戀 他裡面就講到說 他是一種投射想像 就是我們投射去想像說 我們跟這個人會多幸福多快樂 或者跟他手牽手襪 別人一定很羨慕我 可是事實是不是如此 就其實講到人 其實還是有多重面 不會只有全部那個好的光明 那我剛才講 時空改變 或者我們離開那個學校了 不會看到我們也就慢慢過去了 那怎樣過不去叫病胎 如果說其實 對方都已經很明確的表達了 我對你沒有意思 比如說我之前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某某大學老師 他其實學生很狂練他 可是他都已經請警察處理了 然後也禁止 就是他的學生群都幫他 抵擋那個女學生的靠近 都這麼的明確 可是那個女學生還認為說 其實老師對我有意思 只是他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辦法突破什麼 老師跟學生的界線 或者是我曾經聽過真的很病態 就其實老師跟他沒有什麼 可是他認為他懷了老師的孩子 這已經到了妄想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個來賓 他一直想掛你的號 那你覺得那算不算 這也是一種投射想像 蛤 你覺得他在想像什麼 他在想像什麼 就是說如果我們看到那個目的性 其實他真的有他自己的需求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很認真的來面對 他認真的需求是什麼 就是他想要來了解 探討他心理上面的一些困擾 但是郭忠大哥以前羨慕郭台銘 接著羨慕孫道淳 現在是偉伯端 偉伯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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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叫偉伯 都至少差30歲 都差30歲以上 我想郭忠大哥一直想很年輕的肉體 因為其實我倒覺得 我是覺得這不是只有錢 因為剛剛鄭弘一直講說 台幣董事長又怎麼樣 那種感情不是因為他有錢 還是他的生活 以前發生過一個廣播界的名人 經常是晚上講出那種心理的話 讓你好像有幻覺有夢想 凝成 難得啦 難得 那個女的一直聽久了以後 就把他當成他的情人啊 丈夫啊 每天在廣播電台等他 那個新聞那好多大 後來真的還拿球棒去要打 打其他誰誰來接近他都打 這個就是 奇怪他也沒跟他怎麼樣啊 就是聲音的溝通 然後很直信 所以洪瑜有時候你主持節目 請不要這樣聲音那麼低沉 會有人這個就怎麼樣 廣播是因為看不到人會有想像 對 對 對 哈哈哈哈